从古生物的化石中 我们可以了解地球上几十亿年来 生命兴衰的节奏 而现在我们对塑胶的过度消费与依赖 也同样会被记录在化石中 每年有几亿吨的塑胶被丢弃到环境中 这些无法在自然环境中分解的塑胶 对生物的伤害非常巨大 甚至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物种内却 一个物种的消失或许微不足道 但连锁反应可能危及整个生态系 人类当然也会受到影响 人类这个物种是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千万分之一 却主导着地球的未来与命运 我们必须向自然学习 与地球共存 让缤纷的生命力自由自在地绽放 让未来的可能性 从这一粒小小的种子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